美中對話當中大陸代表楊潔篪 好火猛烈的攻擊美國人權問題 像是非裔美國人權遭屠殺 另外還有看到其實不只是非裔 亞裔在美國也是常常被歧視 美國亞特蘭大三家的按摩院 日前發生的槍擊案 造成八死 其中六個人是亞裔女性 凸顯了美國反亞裔暴力事件的頻傳 另外CNN報導針對亞裔的仇恨犯罪 不只是美國的問題 過去一年在新冠病毒蔓延期間 從英國、歐洲到澳洲 西方針對東亞以及南亞裔的相關仇恨 有明顯的增加 在英國的時候去年6月到9月 全國針對了東亞裔的仇恨犯罪 超過了200起 比前年同期增加了大概9成6 去年6月的民調顯示 英國有7成5的華裔 被別人用歧視的用語來稱呼 在法國代表了全國40%多個亞裔團體的組織 照顧所有人安全 他們估計2019年巴黎平均每兩天就發生了一起 針對亞裔的仇恨犯罪 去年10月的時候總統馬克宏宣布了新一波的防疫封鎖措施之後 晚間就有亞裔被打到肩膀脫臼 一名來自大陸的電影製作人說 疫情爆發之後 他搭乘柏林地鐵時被吐痰 被咒罵 在澳洲的時候 有一個叫洛伊國際政策研究所 3月有發布的報告顯示 過去一年超過三分之一的華裔 曾經覺得遭受到冷淡對待 或者是異樣眼光 疫情八的華裔曾經因為華裔的身份 遭受過肢體威脅或衝突 再來看到的是舊金山 來看到的是非營利組織停止仇恨亞太裔 在3月16號公布的報告指出 從新冠肺炎爆發之後 到今年2月底 將近一年之內 至少有3795件的仇恨亞裔事件 其中只有1691起 都發生在加州 佔了將近半數 另外有一份報告則是有發現 去年3月到12月這一段期間 在舊金山灣區 就有超過了700件的仇恨亞裔暴力攻擊 另外加州州立大選 甚被納迪諾分校 仇恨與極端主義研究中心 針對了美國16個城市當中的 仇恨犯罪進行分析 報告顯示 即使仇恨犯罪數 在2020年下降了7% 但是針對亞裔的犯罪 卻是增加了將近1.5倍 好 來看到就是美國多起 很多地方從20號開始出現了 反歧視亞裔的遊行示威 還看到抗議 針對亞裔人士的暴力行為 被遭受到的暴力行為 而且最近大幅度的增加了仇恨事件 在亞特蘭大 其實有看到有數百人一路走到市議會 宣示口號 沿途都是拿著所謂的看板 當中寫著 停止仇恃亞裔 我們不是病毒等等的標語 另外在舊金山 也有民眾一起聚集在一起 吊念被槍擊的死者 而且在地上用粉筆寫下了尊重 還有團結等字樣 呼籲大家停止對不同族裔的歧視 另外再來看到美國喬治亞州 首府亞特蘭大 16號不是連續發生了三期的按摩院槍擊案 造成八個人死亡 包括六名亞裔的女性 白宮也譴責暴力 美國總統拜登 我們可以看到 他也要求美國人要勇於發聲他的說法 他說反對種族歧視 他說對於美國常有的仇恨和暴力事件 常常會怎樣被視而不見 那沉默已對 他承諾會必須要來改變 因為沉默就等於 來是看到沆瀣一氣 另外還發出了聲明 說要努力打擊系統性的種族主義 另外來看到美國的副總統賀錦麗 他其實也共同來譴責 還提到了說 這一年來有一位居高者 拿亞裔來當戴罪高揚 就是最大的發言權限 在散播仇恨 那似乎指的就是前總統川普 不是嗎 那其實來看到 不只白宮表態 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 他其實也說 這些暴力都是因為川普所用的用語 像什麼中國病毒功夫流感 造成更惡化的結果 再來看到就是 美國發生了槍擊亞裔事件 其實美國各地都掀起了 Stop Asian Hate 停止仇恨亞裔的街頭和平的活動 或者是運動 在活動當中 我們看到了 這個是事後 吳山酌到場來聲援 美國匹茲堡在當地時間20號晚間舉行了停止仇恨亞裔示威 那事後吳山酌拿著大聲工到場來力挺進行了一段激勵原性的演說 吳山酌是韓裔的加拿大裔的美國人 在2018年的時候更以追殺夏娃 奪下了金球獎 戲劇類的劇集最佳女主角 成為首位的亞裔的侍候 他現身在示威活動當中強調 身為亞裔我驕傲 那希望大家可以站出來停止種族歧視